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又到我们周末的市场研究 下面进行黄金、百亿原油的价格走势分析 那么当前呢,市场上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美国的加息情况 我们看一下美国啊,历史上加息的一个基本情况 历史上呢,美国现在是处于第七轮的加息 那么第一轮加息呢,是在83年和84年 利率呢,上调到11.5%啊,加息了十次 第二轮呢,是88年到89年啊 这个利率呢,从6%啊,上调到9.8%,加息了16次 第三轮呢,是94年和95年 利率从3.25%涨到了6%,加息了7次 第四轮呢,是99年和2000年 利率呢,从4.75%涨到了6.5%,加息了6次 还有第五次呢,是2004年到06年 利率呢,从1%涨到5.25% 第六轮呢,是15年和18年 加息呢,经历了36个月啊,加息9次 利率从0.25%涨到了2.5% 那么现在是第七轮啊 2022年3月16号开始加息 现在呢,已经加到了3.25%啊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元 即将摸到第四轮加息的一个高点 我们看一下第四轮是什么原因 第四轮呢,由于互联网泡沫不断的膨胀 99年以后啊,GDP强劲的增长 失业率降至4% 美联储呢,将利率啊,下调75个基点 以应对亚洲的金融危机后 互联网的泡沫啊,令投资增长 经济出现过日的一个倾向 美联储呢,这一种情况之下去加息 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轮的加息啊 和现在这一轮的加息 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四轮是因为投资过热 而这一轮的加息呢 是因为应对疫情呢 大量的超发货币 而产生的通胀上涨 那我们研究一下这一轮 有没有投资过热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这一轮其实也是有 那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投资啊 其实也是存在过热的一个情况 只是有疫情呢 加速了这种泡沫的一个变化而已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啊 在这七轮加息里面 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那么这七轮加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的美国的一个加息周期啊 通常在一年到三年之间 加息的平均次数呢 去到了十次以上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啊 历史上的一个走势 8384年不断的加息 然后美元上涨 涨到一定高位的时候 快速的下跌 也就是说加息过后啊 就肯定是迎来降息 或者说停止加息 那么这个时候美元就会迅速的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了每一次加息过后啊 都会有大跌 只有这个9495年呢 才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而且9495年加息的时候反而是出现一个下跌的 那么其他时间节点呢 每一次加息过后啊都有一个下跌 所以这第七轮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加息这么猛啊 一旦稍微有所暂停 这个美元就会下跌 第七轮的加息啊 我们认为突破不了第四轮加息的一个高点 也就是120以上这个位置 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 我们看到黄金对应的美国加息时间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呢 黄金呢 其实对于美国的一个加息的变化和反应呢 出乎我们的意料 基本上它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 你看你看第一轮加息的时候大家下跌 第二轮加息的时候呢 黄金也是下跌 第三轮加息的时候呢 黄金呢 没有上涨 第四轮加息的时候黄金下跌 但是第五轮加息呢 开始上涨 第六轮加息呢 黄金也是上涨 而第七轮呢 有所回落 可以看到 这个黄金呢 越靠近现代 由于货币超发 非常的严重 所以黄金呢 反而成为一个什么 抵抗通胀的一个品种 因此这一轮的加息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呢 下跌的空间呢 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大 不会出现这种 爆炸式的一个下跌 所以这个黄金呢 近期处于一个高位盘整的概率 会高一点 通过这个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呢 其实跟美国的加息呢 关系上也有 但是关系上并不是很大 黄金的上涨 更容易受到 特殊事件的 影响 像什么战争啊 地缘冲突啊 经济危机啊 这种危害性的事件呢 影响会更大 反而美国的加息呢 对黄金的整体的影响 我们看到 中长期来看呢 并不会特别的大 短期肯定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看一下原油 在这几轮加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第一轮的美国加息啊 原油是下跌的 而在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第六轮啊 原油最终的结果都是上涨为主 而第七轮呢 现在也是先跌 对吧 和第六轮是非常相似的啊 先跌 后涨 先跌 后涨 这样格局 大致出现的 所以这个原油啊 本身和美国的加息 影响大不大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影响也是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原油 它本身也有一定的独立性 在中长期去看呢 有一定的独立性 那么短期价格波动呢 这个就很难去预判 对吧 但从历史上去看呢 大方向啊 原油和黄金呢 有一定的独立性 不是百分之百啊 受这个美元加息的一个影响 这两个品种的涨与跌啊 更容易受到 实际情况的一个影响 实际的市场啊 实际的一个国际形势啊 国际的一个危机啊 这些影响法更重一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周末啊 全球经济状况的一些基本面 第一点就是欧洲央行的管理委员啊 比利时的央行行长表示啊 由于各国政府竞相发放能源补贴 欧洲央行可能不得不更激进的加息 也就是欧洲现在啊 一方面央行在加息 另外一方面呢 各国在不断的蒸发货币 不断的在放水 那这样的话加息就大打的折扣 对吧 现在这种加息情况起不到作用 说明欧洲央行现在内部的一个金融行为啊 不怎么统一 大家各自为战 欧洲央行呢将会从0.7%啊涨到3% 前期是2% 那么现在就表示啊 有可能增加100个基点的加息 美元越强势我们面临压力越大 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的货币政策都受到美国的影响 所以欧洲央行未来的加息空间啊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第二点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咨询公司啊 发了一篇报告 表示呢别指望美国充当全球能源的救世主 美国业有产能啊 或在2024年见顶 第一个啊就是通胀呢 促使至少5家生产商考虑在年初采取不寻常的措施 削减赚减平台的数量 你说美国啊 他自己的生产商都想去减产 没有一家生产商计划大幅增加活动 另外一点就是美国原油的远期价格 明年的一个价格呢 徘徊在每桶78美元左右 需要升到80美元以上 生产商才愿意提高产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原油前期啊快速的跌穿80以后 就摸到了这个远期的价格 将要跌破这个远期价格的时候 原油就快速的反弹 因此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啊 这个原油今年啊想要跌破80美元 再次跌破80美元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那么上周呢 原油快速的出现一个下跌 现在是85美元左右 对吧 如果说下周这个原油啊 再次去摸80美元 81美元这些个价格区间的话 建议大家重点的去布局多担 所以这篇报告呢 也给到啊原油市场一个信心 那就是美国的原油啊 也不是无限量增产的 美国的生产产能也是有上限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佩克的减产 必然而然会推升原油的价格 美国财长耶伦周五否认了有关七国集团 正在考虑对俄罗斯石油 实施每桶60美元限价的一个猜测 并强调 尚未就确切的限价水平做出任何决定 那么其实他最终的一个决定是在什么时候 12月份公布 对不对 所以12月份之前啊 所有的传言都不可靠 12月份以后 他们会做出最终的一个定案 那个时候呢 才能决定啊 俄罗斯的石油是不是受到限制 那么关于油价呢 我们的观点如下 因为11月初开始有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 而油价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是在80美元 所以这一轮的下跌以后呢 我们认为啊 油价会围绕着80和85这个区间呢 盘整一段时间 盘整到这个11月 也就是中期选举开始以后啊 油价才有可能大幅的上涨 所以呢 反而会给到我们一个布局筑底的机会 特别是80这个价格啊 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我们认为他会有一波下跌试探 然后再反弹 再下跌形成双底的这种形态出现 所以第二次做底的时候啊 80美元这个价格 你就可以重点的布局 而第一次筑底的时候呢 以反弹的失落去做会比较好一点 当这个中期选举过后啊 这个原油很可能会大幅的反弹和上涨 因为你中期选举一过 立马就会到12月份 11月份 很多这种对俄罗斯的政策啊 制裁啊 就会高频的出来 到底结论怎么样 就一目了然 目前去看呢 想要完全解除对俄罗斯的限价 这个概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到 原油价格可能会规避一下中期选举 然后中期选举开始没多久 原油价格就会开始步入上涨 好 以上就是一些基本面 我们没有进行深度分析 只给了一些图表啊 给大家去看 启发大家思考就可以了 还没有关注易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易政经营 黄金板印原油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讲解 我们依然用K线法则操板系统去做一个解读 想学习K线法则操板系统朋友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因为是周末解盘啊 我们分析大方向为主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原油啊 原油的周线图可以看到呢 原油啊 目前依然处于一个看涨的K线组合里面 所以它整体而言 想要再跌穿这个组合的概率啊 不是很高 因此 巴斯这个价格 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啊 我们再次强调 那么在日线级别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下方最强的支撑呢 在这个区间 就是81.9和79.2这个价格区间 高频的支撑是在80.65这个价格 因此这个原油啊 我们建议大家有下跌到81以下呢 就可以考虑布局这个多单 而79呢 可以作为一个止损线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呢 布局多单 在周线级别 根据我们的周线K线法则 上方呢 有两个比较大的阻力位和目标 第一个是111.2和107.6 这是第一个阻力位 第二个呢是128.55 这就是原油啊 在周线级别可能会出现的两个目标和上涨目标 那么支撑方面呢 在周线上是85.6这个价格就是第一个支撑位 就是当前这个价格 所以下周如果说它跌破了这个价格啊 周一的时候不是立马反弹 而是直接的再砸一根阴线下去 那么这个原油啊 就有机会跌到81和79这个价格区间 那么那个时候你再去布局多单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下周一啊 直接是大涨啊 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反弹的K线 那么85.6呢 就会成为近期的一个反弹点 那么这个原油呢 未来可能就这么走了 这就是做一个徘徊 徘徊一段时间呢 再去除一个上涨 也就是说中期选举之前呢 它可能突破不了这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内呢 做一个徘徊 然后再出现一个上涨 你选举开始了 我就涨 这就是一个原油啊 为了一个价格评判 所以下面看一下黄金的日线图 黄金日线图呢 根据K线法则 下方的支撑刚好和前方的低点重叠的 就是法则和关键点重叠 那么这个点位就可以重点去做 虽然下周啊 比较重要支撑位是在1624和1612 这个价格区间 这个价格区间我们判断的有反弹 在周线级别呢 它刚好是一个什么 多空交替 多空交替就意味着这个高点呢 有效 这个低点呢 也有效 所以未来这个黄金呢 我们的判断是这样的 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做一个徘徊 但是呢 在当前这个整体格局里面呢 这个黄金呢 它这个下跌趋势线呢 都没办法突破 因此这个黄金最终徘徊的结果 还是要往下跌 至于会跌到什么位置啊 这个是后话 但目前而言呢 大概率啊 是在这两个高点的区间之内呢 做一个徘徊和震荡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首先在周线级别啊 这个位置也是 多空不断的产生啊 你看一会多 一会空 一会多 一会空 那说明这个白银呢 在这位置啊 多空的一个什么 博弈区间 既然是一个博弈区间 那就说明 它想要跌破 和涨破 概率都不是很高 因此 白银呢 这些高低点呢 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下周呢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这个低点 就是18这个整数关口 和17.7 这个价格区间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布局做多的一个机会 而上方那个平台呢 它就是一个高空的机会 很多人会担心说 这个白银会不会突然间跌下去呢 当前的市场氛围是什么 是多空之间的力量相对 对吧 你能跌这么多 我也能涨这么多 所以市场的氛围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价格的博弈 那么价格博弈 必然而然要形成一个收缩 所以呢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了 它有一个什么 三角形的逻辑啊 开始出现 这就是一个白银的 三角形逻辑出现 当它到达末端的时候 一旦破位呢 才会选择真正的方向 所以下一周啊 刚好是一个数据周以后 比较平淡的一周 这个行情维持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盘整的 这种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建议大家注意啊 高低点就是发财点 大胆的逆势去做 不要担心破位的问题 真的破了 再考虑反手去做都没问题 但是目前而言 它就是一个震荡的逻辑和市场的氛围 你不能和这种氛围啊 去做一个对抗 最后呢 我们分析一下美元啊 美元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讲过啊 很难突破 113.28 结果一过了这个星期五的12点 马上就突破了 所以周五那天的确是没有突破 是周六那一天才突破的 因此我们看到 它既然能够突破 也能快速的下来 根据我们的周线 K线法则 我们看到了最强的阻力 是在114.92和113.29 这两个价格区间 那说明这个美元呢 在各国不断的干预和加息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压力位呢 对它就有效 我们下周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时间节点 而且 大家注意 11月份有这个中期选举 那就意味着 中期选举之前呢 美股如果暴跌的话 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美股暴跌前提是什么 就是美元要暴涨 所以美元呢 我们判断呢 选举之前呢 暴涨的可能性呢 不是很高 高位盘整概率比较高 而美股呢 它可以不暴涨 但是它不能暴跌啊 所以美股呢 也会在一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修整和盘整 所以我们判断呢 这个下周啊 以及下下周 11月份之前 这个美元啊 可以有上涨 但是上涨空间 力度会大幅的削弱 而美股呢 也可以有下跌 但是暴跌的这种空间 和下跌空间 也会大幅的削弱 市场呢 进入到一个静默期 既然是静默期 那么很多的高低点呢 它想突破 基本上它不会去挑战 这个高低点的 所以黄金原油也是的 前期的这些高低点 它能到的话 该做空就做空 该做多就做多 不要犹豫 不要含糊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